城市里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怪兽 开始对城市进行肆意的破坏 顺时间把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 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男主化身电光超人 扶大厦之江青 碗狂蓝鱼祭岛 可仅仅就在一天之前 男主一太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生 他在朋友的店里醒来 却发现自己失去了记忆 更奇怪的是 他能够看到一个破旧的电视机里 存在着一个名为古利特的怪人 在女同学送他回家的路上 还看到了50层楼高的怪兽 而这一切 身旁的女同学六花却看不到 甚至以为他脑袋坏掉了 到了次日 男主带着两位朋友 决定给他们看看 就电脑里名为古利特的男人 都不出意料 还是只有男主自己才能看到 古利特话音刚落 天里边发生了剧烈的震动 而这一次的灾难 不是只有男主一人能够感受到 而是整一个城市的人都能够感受到 一只巨大无比的怪兽 突然出现在城市中央 立马便开始肆意的破坏 就在这时候 男主感知到了古利特的召唤 于是他迅速来到电脑面前 没讲两句话 便直接把男主给吸进了电脑里面 随后与男主进行融合 片刻功夫 男主便化身为古利特 就像是奥特曼一样 也出现在了城市中央 开始与怪兽展开战斗 由于是第一次化身为古利特 他的战斗技能显得比较生疏 不过是三两招 便败在了巨兽的手下 而且身体机能减弱开始报警 就在这时候 在旧电脑面前的同学 发现了怪兽的弱点 那就是他最弱的脖子 一直在剥落皮肤 六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通过键盘把弱点告知了男主 男主收到了朋友的消息 终于再一次振奋起来 随后对巨兽发起猛攻 他猛地撑向巨兽 巨兽则突出火球迎接 可古利特的力量已经被激发了 这小小的火球 压根阻挡不了 他一把抱住怪兽的脖子 手掌画为利刃瞬间将其斩断 最终释放大招一套带走 我